6月28日,一渔民在长江中捕鱼,突然电闪雷鸣,狂风大作,下起大雪,吓得渔民赶紧收网上岸。 风停雪止后,惊人一幕发生了。 长江中下游也来万人跪拜祈福,百姓呼声高涨大喊,真龙现身处,万家必福。 受伤的真龙被带回家之后,尽口吐真言,说道,我乃运势神龙,本是为世人造福,现只需要有人将我伤治好。 煞时间,一场真龙环福,全民感恩祈福的运动在全国,乃至引发电台报道,整条长江沿岸省份扩大到全国多省都参与进来。 消息传开后,中国十大著名院寺纷纷举行祈福仪式,为受伤神龙诵经。 大家赶快转发为他祈福,能帮他祈福的人,他就会保佑你一生。 自古在中国,炎黄子孙赋予龙诸多美好善良的心性,象征祥瑞。 龙在民间能谅解百姓之苦,更有呼风唤雨之能耐。 可以为百姓解燃眉之急,使百姓风调雨顺,寓意五谷风登,大获丰收。 龙是我们华夏民族精神的图腾,又是幸运与成功的标志。 龙还福,千年一遇的喜事。 不论你的家乡是否在长江,转发即是福,分享即是运。 转了这个视频的人,将会在2019年一切顺利,并且走运33年,财运滚滚,心想事成。 为真龙转发祈福,您的家人、子孙都会得到保佑。 转发2019,一路发。 此事发生后,北京、深圳、成都等各大城市市民,都在为真龙祈福,请求真龙保佑,得到真龙的祝福。 转发五个群,为真龙祈福吧。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,请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,选择添加朋友,再选择公众号,输入JX6929,搜索后选择图片上这个,再点击关注就可以了。 别忘了是搜索JX6929。